儒家正天人合一 道家正重归自然 世家正智慧超度 诗言志 书见性 画达意 范增国学讲堂 畅谈儒道士 诗书画 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妙法梨花经在佛经里 被认为是个玄妙 亲近的一部大的佛典 这个佛典大概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北印度人叫杰姆罗士 他在求知生下来 当时西域有个地方叫求知 公元四世纪相当于中国五湖乱华的时候 匈奴鲜卑接底枪 五湖十六国他后来所到的后勤 也就是十六国之一 他在后勤在长安翻译 翻译这个心经 心经的最根本的内涵和妙法梨花经是有相通的地方 他们是一脉相成的 这个妙子在先秦的著作里很少见到 可是我们在老子的树里见到 玄之右玄 众庙之门 三国车有一个大学者叫王碧 王碧这个人虽然是大学者 年龄非常轻 十九岁左右就名标全国 今天所有的人读这个老子的一本 还要读王碧 王碧它解释是庙子 庙啊 就是精透为庙 就是讲到了极致就用了庙子 老子里面还有为庙为教这些词都有 可是我们知道之所以称妙法梨花经 梨花经 梨花经 各位知道是花朵里最圣洁最神圣 味道最优雅的一种花 没有比它更纯洁的 没有比它更芳心的 没有比它更清香一远的 像宋代的大理学家周登仪做爱莲说 出污妮而不染 出清妮而不妖 那么庙法梨花经被佛家认为是一个一圣经 就是大圣小圣圣 是一个无上经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庙法梨花经啊 可以讲是读到新经的原本 为什么玄奘后来要翻译新经呢 因为他觉得庙法梨花经啊 可能在28章啊 人们看了有些繁琐 因此呢把当时流传在印度的波罗 波罗梨多新经翻译过来 那么这二十本里有这个字 几乎概括了全部的妙法梨花经内容 可是妙法梨花经为什么今天还要讲呢 因为妙法梨花经里有很多的 对这个新经里面提到的一些东西 有个解释 而这种铺设和解释呢 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学佛学 可讲是逐步的走向一个唯妙法门 这个妙法梨花经一共有28品 品是什么意思 这品啊可以解释为一个说 28说 第一 叙说 这个叙说呢 在妙法梨花经里非常重要 可以讲是提纲信里的一篇文章 他描述这个释迦牟尼啊 住在王舍城 与大比丘二千多人 比丘是什么 比丘就是和尚 大比丘呢 是大和尚 在中国这个社会呢 垂着佛教的世俗化 尤其是解放以后 大家提到大和尚 等等 好像不是很夸奖 可是你知道 在古代 要称之大和尚 是一个非常功德 圆满的一个和尚 高僧大德 才配上大和尚 当时呢 车家某年 在王舍城呢 就和两千多个大和尚 来谈 这个两千大和尚的人 包括像观世音菩萨 包括舍利子 舍利子作为在新经里 听到过两次 舍利子 是不以空 空不以色 设计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形成 以否如此 舍利子是诸法通向 这里面 为什么两次呼舍利子的名字 就是连观世音菩萨 观照世界的痛苦的呼声 这个菩萨 他都要举出一个舍利子 因为舍利子 是车家某尼的十大弟子的首席 以这个首席 首席 呼出来 那么就以它为板样 大家来探求佛学 所以在新经里 出现两次舍利子 这舍利是他母亲的名字 这子呢 是儿子 那么舍利的儿子 他以母亲名字连上个子 成为他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舍利子的来源 其中还有观音菩萨 有尼勒 都是成了后来的佛老 最著名的像家业 家业就是一个感悟 非常强的一个人 当初佛祖讲佛法的时候 佛祖念话 家业为相 我想当时念的花呢 或者是印度的有名的曼陀罗话 或者就是莲花 佛祖念着花 家业就能够微笑一下 这两个动作 就解决了很多千言万语 要说的问题 所以佛祖念话 家业为笑 成为一个非常妙的故事 佛教的言说 有时候真正有悟性的人 耀眼不凡 大家会问 这个赤家莲念话当什么意思 家业为笑什么意思 卢谷讲 他意思讲得非常清楚的话 他这个故事也就不存在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从感悟上体会 就妙悟者不再多言 一个人像个常识妇一样 一天都都都都都不听说话 一定是语言太多 思想太少 一个真正能够思维的人 他也许妙悟者不再多言 就几句话 全讲道 当时在座人除去了这些高僧大的以外 还有国王 王子 他们这国王 大家不要以为是有广大领土 可能就是一个仇长 或者是这个部罗联盟的首领 佛呢 给他们说大圣经 这时候天上呢 就下了曼陀罗花 这是佛的媒介呢 发出一道光 这个光焰无际 照遍了东方的万八千世界 你要知道 妙法莲花经理啊 讲这个数目字 就有点像今天啊 霍金啊 讲数目字一个意思 妙法莲花经理讲 佛有多少 有五万亿 他数过吗 五万亿 就像这个霍金 在他的著作里讲 他现在全宇宙 有多少颗的子 他说有啊 一 后面跟八十个灵 这个例子 这种很有妙误的人 他有时讲的话 你不要信以为真 你说佛经讲 这个遗址后面跟了八十个灵 那你就问他 你怎么数的 那佛经一定不回答你 他这个是一个 妙误者的一种说法 所以讲我们念书啊 不能始于章句 我们读福经 这个世纪尤其不能属于章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